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一位风水大师语重心长地说 算命五十余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太多了 命好的,命不好的,幸运的,不幸运的 每一类人都有各自的烦恼 人总是有一好五两好 有钱的健康不好 健康好的没有工作 工作好的离乡背井 离家近的没有房子 长得美的,感情不顺 富有的,没有子嗣 命不好的,想要把命改好 幸运的,或许只能维持一会儿 而不幸的,更加难过 命虽然可算不可改 但是,了解百步人一生命运的十件事 或许可以少走一些冤枉路 迎命 孔子有句话流传甚广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往深处理解 此处的命为先天之命 每个人出生后都有各自的命理特征 我们的出生年月日时分为四柱八字 从四柱八字中可以清楚地算出你是什么命 适合文工还是武略 擅长脑力付出还是体力劳动 自主创业还是当官从政呢等等 而我们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命 才能顺水推舟,顺应天命去做事 成功自然尽在之次 世上人无数总会有同样的八字 但是地狱,遗传基因等不一样 命也就不一样了 即便相隔十分钟出生的双胞胎 性格都会有差别 所谓命的好坏也就有了差距 二,运 命运虽然是一个词 但要分开理解 先天为命,后天为运 命靠天定,运在人为 有句话说 命好不如运好 说的就是后天运势的重要性 既然天命已定 那我们唯一能够把握的就是运了 八字不同,起运时间不一样 后天交运就会有差别 我们说十年一大运,五年一小运 只有预先知道的运势曲线 才能有所准备 不至于在运气失望时 错过机会 当然也可以在运势低迷时 退避三社 说到底 个人运势好坏,受国运影响 对于后天之运 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 顺着舱,逆着王 三,风水 风水设计到的范围很大 从祖先殷宅到我们居住的洋宅 地理位置,房屋结构,家居摆设 颜色搭配等等 都可以影响我们的个人运势 风水流派虽然众多 也只是称呼不一样而已 归根结底都是万变不离其中 风水学主张名堂平阔 万象森罗 重水朝规,诸山聚会 草圣木凡,水生土厚 我们可以看看各大领袖或富豪的住宅 大多是长风聚气 衣山面水之地 风景修立,汇聚天地之灵气 苏南多文才,江北多正耀 进水者多智慧,靠山者多道义 风水的影响之大,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忽视 三元九运 吉凶方位二十年一变 风水六十年轮流转 这是一个大周期 从一个家庭来说 住宅风水的好坏 对这个家庭的运势有直接的影响 也是直接注用在每位家庭成员身上的 古人之所以大力研究风水 历经几千年都不败 原因也在这里 四,基因德 因果循环善而有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们可能从小就听过这一句话 做了错事就会受到惩罚 这是一定的 反过来说 做了好事也是为自己积累了一定的福报 因德即暗中做的有德于人的事 也就是别人看不见 但是符合天理人情的德行 扬德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德行 不管有心还是无意 总会让自己做的善事被别人知道或看到 这叫有心为善 但是有一个情况 老天也会其善不少 对这种善心并不会增加多少福报 也就是若是把这件善事当作交易 怀着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我应该有多少好报的心思 那么善报当然也会有 但并不会有多少 因德与扬德相反 不管会不会被别人知晓 自己该做的善事从来不会少做 这种人是信奉 举头三尺有神明 相信自己所做的 会被老天看在眼里 所以做善事从来不需要别人知道 不管基因德还是养德 都是做好事 而且做的越多 回报也会越大 所以平时不管周围是否有人 都可以多做一些善事 不图回报 只希望他人或动物得到帮助 最终我们的命运自然会更好 很多人对这个读书理解不对 以为读书只是上学时 多看书就对了 其实不然 读书多不代表学历就高 学历高也不能说因为读书多 主要看 我们能够从书中学到多少东西 领悟了多少 多读书更要读好书 不仅上学时好好读书 毕业后 成家工作生活中都应该读书 小时候读书是为了将来打基础 中年读书可增长见闻 老年读书可平心尽气 另外书对我们的个人运势 也有很好的助运作用 例如我的五行熄火 我家的书架上 更多的是教育文化历史这一类的书籍 而我师父的五行洗墓 他的书架上则是花草树木 园艺一类的书 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真的是一点也不假 六 名 名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算是我们的生命体的代号 姓名中隐藏的信息非常多 从孩子出生开始 姓名就会伴随一生 起个好名字 对孩子一生是有助益的 好名字可起促进作用 起名不当 也会对个人造成阻碍 名字中所蕴含的能量与玄机 随着他人不断的喊叫 便可生财望运 七 像 像包含的内容很多 手向面向 身向动向 心向 意向等 我们的心理状态 身体情况 都会通过不同的像 表现出来 我们平时生活中 看人第一眼 往往都是脸 也就是其面向 而这人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 也是通过其面向 所感应到的 如好人缘的面向特点是 满面红光 目光纯净 炯炯有神 言语清晰 声大洪亮等等 而一脸倒霉像是 低头拉尔 双目无神 吐字不清 语无伦次 印堂发黑等等 另外 骨骼定一生之戎枯 气色看行年之运势 观其面色 可知其心理 伪君子 真小人 最怕相面高手 人的伪装能力再强 也躲不过像素的科学判断 这里的神 可以从医学角度来看 极为神灵 超自然存在 对个人运势有极大影响 举头三尺有神明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甚至在后来的宗教发展中 有衍生出各种形形色色的神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习 帝是昆君子以厚得在物 这是一经所阐述的古人 对于天地的敬畏之心 也就是说 对于天和地 对于大自然 我们都要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如果失去了这种敬畏之心 如同没有了信仰 那我们的存在还有何意义呢 9.教贵人 贵人简单说 就是对我们有帮助作用的人 不要简单的理解为 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 才是贵人 从现实出发 确实如此 但又不仅仅如此 从医学角度来看 不同面具之间 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而贵人必然是与我们相生 不能相克的 所以认清楚 谁是我们的贵人 才是最重要的事 鸟随鸾凤飞腾月 人伴贤良品质高 你与什么样的人交往 你的朋友是什么层次的人 直接决定了你的格局高低 什么人要多教 什么人少教 什么人不该教呢 素质好 品质高 有道德 其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知识储备管理能力 这样的人无疑该多教 没事就吃吃喝喝的 胡朋狗友 他有事能想起你 你有事去躲得远远的人 少教 为非作胆 气压良善 不孝者 不教 十 养生 想要健康 身体和心理都要注意养生 身体肯定以运动和饮食来调理 至于心理上的养生 可以读书 冥想 残修 静坐等 天有日月星 人有精气神 一个人只有头脑冷静 思维清晰 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古人云 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 不管要干嘛 首要前提就是修身 而修身的基础便是养生 最后复习一次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得五读书 六明七相八境神 九交贵人十养生 五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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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读书